我们开始在这个定制板上 开始去移栽这个生态了 如果按照正常的一个标准 像长这么大 移栽到这个定制板还有点早 一般在石片叶左右 再往这种定制板上也比较合适一些 空间利用率会更合适 像这么大移栽了 在这个定制板上预计生长周期 应该是在二十多天 不会是在十几天 因为毕竟这个苗呢 比较小一点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肥基地 这个我们育的这个生菜苗啊 一旦它移栽到定制板上以后 那么它的这个管理呢 就合在育苗阶段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生长的阶段 所以说呢 这个肥料的弄度 就是我们常说的营养液的一系值呢 就不一样了 育苗池里面的营养液的一系值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控制在1.8左右 如果说放到这个定制板里面以后 那个营养液的弄度要高 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常的话 我们会做到2.5 就是2.0到2.5之间 这样一个稍微高一些以后 更利于它的一个生长 另外一个呢 水培的根系呢 因为它没有受到我外界环境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水培的植物根系啊 相对都是比较纤细 比较白 那个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生梗剂 加一些生梗剂 可以让这根系呢 粗壮一些 这样的话更利于 这种水培的叶菜 它的一个生长